就差两公分 就差两公分 我这都头脑了 什么比赛 什么两公分啊 你赶紧做点肉去吧 好像这小子长个 哦 原来是馋兽了 我要是再长高两公分 挺腿脏的脑子 重可奇迹 真的啊 那还不简单 那最近我就多给他补点肉 说不准 还真的成为未来篮球巨星呢 上次卤的不辣弯压货 这小子吃的可欢 今天改两个配方 来个无油无水 又媲美粥黑黑的味道 香料啊 一次性全丢到焯水的压火锅里 没放一滴水 所以全成小火啊 焖个40分钟 一锅香味就飘出来了 没有藕片的压货 是没有灵魂的 还有小卤蛋 丢进去再焖5分钟 啊 到时间了 哇塞不哇塞 这个一锅鲜香 闻着就鲜美的流口水 这色泽 这味道 我这厨艺 简直是绝绝子 压货可作为零嘴 那我还有一锅猪货 就可以给它作为正餐煮了吧 猪蹄色色差不多了 再把香料丢进去炒香 再放点调料 提个鲜 加水没过猪蹄 开始焖煮吧 40分钟后啊 再把一些其他的猪蛇 猪肝啊 摁进去 再添点水 继续焖煮1.2小时 再次开盖可就 嗯 飘香十里 四则红润 软糯筋道而不烂 这一锅里啊 还有全家都爱的腔骨 看着就下饭 猪蛇和猪肝的火候啊 也刚刚好 我这就赶紧切一些摆盘 准备晚饭 这一顿肉 这冬天吃起来 够补了吧 吃饭啦 我们的篮球巨星 这下肉够了吧 哇 真皮 怎么这么吃 我早点不够 以后我这就不要配 够丰富 够丰富 好多 今天给我留着啊 让我现在够回来 还要吃呢 今天就差一个口袋 杀 哎呀 关灯关灯关灯 哎呀我说 对呀 儿子学生的温度晚会 咱俩这么演 是不是有点傻 哎呀开灯开灯 哎怎么傻了呀 再加上儿子的豌豆射手 咱们一家肯定是焦点 但是 哎呀 但是儿子的认出 得集齐四种豌豆美食 才能解锁他的角色 谁要做时间也来不及了呀 走了 够够走 哦 这学校居然知道豌豆有营养 挺会学主题啊 而且还要求主食菜 甜品和零食四种 第一家豌豆菜到了啊 我就要你们那个豌豆炒虾仁 还有就是这个 315 小份小份 有泄粉小龙巴 咱们赶时间啊 来都来了 自己尝尝他家特色啊 嗯 最好吃的是小龙虾馅的 我倒要看看175一份的豌豆虾仁 到底什么味儿 嗯 口感确实比较清甜 那有点贵啊 你看这个还真挺像豌豆子蛋的 这算极其一样菜品了吧 哎 服务员打包 快快快 第二站是豌豆面 到了到了 啥 这个点还要排队 天啊 哎 豌豆面 我看到了 这家店好小 但是人好多 还要人在排队 还好上面还挺快的 这豌豆够多了吧 哇塞 这面上满满的黄豌豆 看着超级软糯 拌一拌 藏一藏 居然还有辣椒冰激凌 这个搭配真真难以形容 豌豆主食都搞定了吧 第三站 豌豆甜品 必然豌豆黄啊 这么多人排队 好冷啊 今天 哇 好多点心啊 等了半个小时终于买到了 第四种 豌豆零食 嗯 你已经闻到豌豆香了 全都搞定了 回家 所以我们这任务完成的可以吧 儿子回来 一定会非常惊喜 快快点小子回来了 准备演兴 好好好 马上马上 哎呀 儿子 我快扛不住了 赶紧的豌豆射手上场了 你老师不是啥 啊 啊 啊 我天 他怎么来了 说完好他在我给儿子 拍这节目的节目中 哎 赶紧给我删啦 你给我删了 快点 不 上次就是你跑了 这次你想删可以 那得表示表示吧 没有什么可好 说吧 想吃什么 这起码是大肘子吧 两个起的 这人呢 我在他家他不至于跑了吧 哎呀 不会跑的 不得买食材啊 你看好了啊 两个大肘子 一个脆皮 一个卤 我够意思了吧 腿帮还给你烧一下 冲洗干净啊 两个一起焯个水仙 肘子太大了 只能用我这口 刷不出来的锅了 就卤的得先炒个糖色 我跟你说啊 肘子一人一个卤法 我这配方 可是简单是美味并存的 我说你还想不想吃了 我想吃了 就是两个个点少 这一个能吃完我都服你 现在搞脆皮的 打这些卤料煮出颜色 再把这肘子灯煮一个小时 捞出来 给他们全身充满洞洞 这个可是爆皮的关键 然后扔到空气炸锅 这等待的时间 我还能给你们再搞几个菜 还有我拿手的 孙手柠檬虾 这有点酥啊姐 收和素 卤的跟脆皮差不多同时好了 看看这橙色 不就说吧 我卤这个不是盖的 最后再浇个汁 就可以准备开饭了 可以吗 你说什么了 好香了 来正好吃饭了 我再看看脆皮肘子 哇 这个更绝 之前烤箱都没烤出 这均匀的脆皮 简直太成功了 来等等啊 我得先改个刀 听这声音太治愈了 好了好了 吃饭 想跟我抢吃的 接下个微笑 怎么样 全是了吧 不嫌弃 自家人嫌弃 哎呀 在这里了 我咬过了你还多巧 这根本这么小 快 有人不肥的 这个明明该是我的 姐你们暂时不搬家吧 不搬哪 那什么 现在这顿饭 就是欢迎你的新鲤鱼的第一天 欢迎你的新鲤鱼的第一天 你看看 同样是十几次 别人家的孩子 都已经是冬奥冠军了 有一奥物可以再给他们乡 一到二说 你那点比人家强 有本事你做只烤鸭试试 这是奥运冠军 都喜欢吃烤鸭呀 一整只烤鸭都没创意 我记得小当家做了一种 烤鸭反卷的吃法 不早就想试试了 你怎么又做即食包饭呀 你看好了 我这是烤鸭的流程 冰箱里的饺子皮轻松就能变成鸭饼 大概五六张一打 擀包蒸熟 拼好的鸭试 看水里烫一下 皮肤收紧才能烤脆 两肝我为了省时间 我想了个好办法 关键是有两个心甘情愿的帮手 虽然鸭吃小 但脆皮水咱也不能少 就是烤鸭这套鱼气感了 反卷的方式嘛 全靠物 酱料饼皮卷起来 反被卷到鸭吃里 再用牙签固定收口 一个反卷鸭吃就成了 然后再刷脆皮水 这鸭皮紧缝的状态刚好 现在再刷个花生 然后开始烘烤 你看 小灯椒里面的口味 把一下子反进去 真有你的 里面有 嗯 这个位置 肯定的生肝 然后还有 葱 黄花条 这样子 看 我就说我这箱肯定比它们强吧 嘘 这个 是我买的第四指 今天我又要对它 下手了 上次炭火烤的 你烤鸭不是不完美吗 然后有人给我剔了个纸条 淋油 我感觉这是如获至宝 瞬间觉得我又行了 你这是啥造型 我这些办法都比困难多 前面烟塞逢吹烫 亮的步骤不变 但是亮到皮肤紧致 油温150度 开始浇油 也就浇个七八次 看着皮 看着开始有变化了 所以再加把劲 这次我感觉有戏 大概也就十来分钟 快看快看 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枣红色吗 再浇一下脖子 传说中的 分别不是很常见吗 那因为这是在我的厨艺人生里 第一次出现 哇 你看着麻烦 可以吃了吗 想吃啊 那你夸我呀 那我好像也不太饿 哇 你听着声音 哇 啊 那我就可以吃了 老妈 你就是烤鸭之神 你等着啊 我给你炫一片大的 哎 你没熟 咦 虾也不熟 完了 芭比Q了 我妈这是baby粉吗 哎 此时我正在思索 要是把鸭子蒸熟再浇 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 嗯 瘦了呀 皮肤颜色也不均匀了 也不饱满了 呸 蒸完晾干油脂都没了 烤不可以呀 你们敲门 搁在这儿吧 放在这儿 对对对 哈哈 我买的烤鸭炉到了 给我